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ey my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esson for Spoken English today And we're about to learn three new idioms 好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将要学三个新的短语 Idioms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技巧叫做什么呀 学习英语需要带入情境 You'd better come into the environment to already contacted your conversation 就是说对话之中的这个情境 这个上下文 我们要有一个较好的理解 这时候才知道大概去说什么 或者说是语气什么等等的 才能调整到位 好 那么咱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叫做out of juice 你看 手机out of juice 什么是juice呢 在这个西方人理解来看 这个有juice 这个人就是气血饱满 就跟中文似的 你说气是什么 血是什么 看来大家都是对这种 就是科技不发达的时候 对这种能量 都有一种这个比较感性的 自发的理解 就把它理解为juice 汁液 out of juice 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out of power out of energy out of electricity 是这样的 就没电了 没电了 好了 那么没电了 人可不可以没电呢 当然可以 比如说像这句话 I'm so sorry I am so sorry 为什么呢 My phone is out of juice 我电话没电了 还有一个呢 I'm out of juice 人没电了 我太累了 I'm out of juice Please let me have a rest Please let me have a rest 让我休息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 类似的这个 都含有这个juice 或者是和能量相关的端语 咱们看看 on the juice 什么意思 正好和那个out of juice 是相反的 表示我这会儿正精神的呢 那么on the juice 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我有能量吗 是这样吗 不光是有能量 何止是有能量 你能量太大了 是不是 干嘛呢 酗酒 循环作乐 是不是 然后juiceman 是什么 打手 juice 是什么 表示有活力 有力量 有劲的人 juiceman 打手 然后 stew in one stone juice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叫做自作自寿 自作自寿 备受煎熬的意思 大家看这个stew是什么 stew 炖 熬 煮 是这个 stew in one stone juice 这说是什么 就是过去那个受刑的时候 酷刑 对吧 你比如说把人架在火上烤 这说出来 这浑身起鸡飞飞了 是吧 那好了 火在烧这个人 烧这个人 这个人 自身所带的这些juice 是不是等于说是他被泡在自己的juice里面去被熬 去被煮一样 所以说备受煎 备受煎 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stew in one stone juice 这样的 所以后来隐身做什么呀 自作自寿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play the game play the game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是两人一块玩 game表示什么 game是什么意思 game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这个规则系统之上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它叫做遵守规则 遵守规则 好 那么咱们来看一个例句 叫做we play the game during the exam we play the game 我们在考试之后玩了一个小把戏 作弊吗 不是 可不能这么理解 play the game 是什么意思 是 遵守规则的意思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规规矩矩 谁都没有作弊 好 咱们说是这个 为什么是说话的时候 要带入这个角色 如果说是有这样一句话 老师一看 这个张小明 你这回分数这么高 这和你平时的成绩太不相符了 有没有作弊 did you cheat in the exam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I play the game during the exam I play the game during the exam 先生 我真的是认真考下来的 I play the game during the exam 这时候是什么呀 你的那种无奈 那种被人冤枉的无奈 外加那种想自证清白的那种 迫切的冤枉 就在你的语言里边 这个显露无遗了 而且往往这样说话的时候 你也会更流畅 这比你一边想一边说 总觉得我是在 进行刻意进行一个对话 要来的 要现在这个 更有语言的这个真实环境 有些时候是什么呢 语言 什么是语言呢 我总是这样认知 The language is the result 什么 result You reconci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语言是人和外部世界 妥协的一个产物 尤其是外语 为什么这么说 你比如说 你到国外去学习 然后呢 这个假如说 刚才那个教授就问你啊 比如我 他说孙志利亚 你这个考试是不是作弊了呀 这时候我要自证清白 我不说话的话 那就等于我认了 对吧 有些时候说是清者自清 这是不是太成立的 那么我就得去自证清白 我不得已 迫不得已 我必须用英文 去跟他沟通去交涉 所以说呢 这是什么 无奈之举 所以说 Language is the result that when reconci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它是人和外部世界妥协的一个产物 你不得不去说 说的时候 这时候就进入角色 然后把它说出来 这样语言成的练好 叫做You should work 下一句 You should work hard and play the game 好好努力工作 这个老老实实的 这个规矩点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几个 都含有什么呀 表示按规则办事的这样的端语 Play by the rules 这个很直观 很好理解 对吧 这个呢 Toe the line Toe是什么 脚直走 The line 你看起跑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人 都得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所以说 Toe the line 让你的脚趾都碰到那条线 还有一个 Walk the chalk Walk the chalk Chalk是什么 Chalk是分比 Chalks就是地上画的 一道一道的分比线 那是什么呢 跑道嘛 对不对 Walk the chalk 就是说是 要按照这个 跑道的规则 这个轨迹 去跑下来 Walk the chalk 是这样的 The next idiom Epic fail Epic是什么 比如说是 特洛伊战争 这是这个 一首史诗 是吧 记录历史事件 那个场面可能很宏大 Epic Epic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词不是Epic Epic 错了 是Epic Epic 是吧 场面很宏大 但是你这个词 不能说到Epic 很拖沓 那就错了 Epic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史诗宏大 它后来引申 就当做什么呢 叫做壮丽的 这么一个意思 壮丽的一个fail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失败 不是一般的失败 那是一个 非常壮丽的失败 曾经乔布斯 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 Yeah I was kicked out to the apple I was kicked out to the apple 我被踢出苹果了 That is a failure and that is a very public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 就是那是不但是一个失败 而且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失败 其实这种失败 就可以叫做Epic fail 你自己创办的苹果 结果你都能被人踢出来 可见你是做得多失败 那什么意思呢 一败涂地的意思 好 那么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It is an epic 连读起来 It is an epic It is an epic fail for our company this time It is an epic fail for our company this time 这个巨大的失败 公司这回做坏了 这样的 The battle was an epic fail that everyone remembered it 就是说是这个战斗啊 一败涂地啊 就是以至于说是 每个人都能够 说是把它牢牢记住 忘不了 好 咱们复习一下 今天所讲到的内容 Out of Jews means you're very tired you're exhausted 你太累了 Play the game 什么意思啊 Fair play 就是说是公平竞争 遵守规矩 Epic fail That is a fail that is known by everyone And that is a very public failure Just as Steve Jobs said 好 那么就像是乔布斯 所说的那样啊 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 非常丢脸的 这么一次的失败 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 刚才的重点句的话呢 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一起练习呢 欢迎大家呢 进入到我们的免费社群 跟我一起进行练习 入群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 客户主角的微信 由他来去引导你入群 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